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 不过遇上了拍处 并已可能会想要连夜搬家 六十多岁的陈姓老妇人 她家隔壁半年前 搬来一对恶霸情侣 他们每天喝了酒 就狂飙三字经 前天晚上还趁着酒意 拿着砖头追打老妇人 要不是左邻右舍出来劝阻 这老妇人被打到 恐怕只剩半条命 你这不要再说话了 你这不过来 你我过来你问我 你话说 两个人年近半百了 又是邻居见了面 却像仇人起因于 穿着背心的赵新妇人 和同居男友 常常喝了酒发酒疯 大吼大叫的 满头白发的陈姓老妇人 成了宣泄的对象 差点被打死 老妇人吓得拔腿狂奔 躲进邻居家里头 没想到这对恶霸情侣 打上瘾了猛踹门 一斩 一斩 你给我斩那两行 不顺他们的心 平常就骂啊干嘛的啦 雨带恐吓啦 根本就没这些事情了 我一个人我会打贏 他咯 你一个人就打贏了 你叫婚是怎样来的啊 我就是在吃饭 在那里面酒 他没台没钱 你别跟我说了 警官左邻右舍指证莉莉 招姓妇人坚决否认打人 而邻居私底下抱怨说 实在受不了这种拍猝逼 但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实在很无奈 因为也很害怕 万一下一个被打的是自己 该怎么办 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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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610 610 910 10